接下来再来看看另一项发明,它就是詹复生发明的X型折叠自行车。 如今市面上的折叠自行车可谓五花八门,有竖着叠的,有对着叠的,操作方法也是各种各样。 詹复生发明的是一个类似剪刀一样,车架可以称X型折叠起来的超便携折叠自行车。 他原本是江西宜春学院的一名工程师,可是在县农机场当过前工的他,对机械制造始终热情不减。 从1993年一直至今,为了发明一辆折起来又快又方便的自行车,詹复生前后画了几万张图样。 数据方案是改了又改,终于成功发明了对折式、旅行乡式、超便携式三种不同的折叠自行车。 最后完成的也是詹老先生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这辆超便携式折叠自行车。 可是他能不能得到观众们的认可呢? 好,掌声有请詹先生。 大家好。 张先生你好。 你好,掌声你好。 我觉得您设计的这个便携式自行车就跟您今天的着装一样。 您知道我什么意思吗? 中规中矩,折叠的我们一眼就看出来了。 确实这个外形啊,好像跟人家那个比啊,多多少少失去了那么点乐趣。 您觉得呢? 对吧,从每个角度是这样说的。 就是从外形上看是吧? 对对对对。 你看,刚才王先生给我们看啊,他这个车组装的时候,把它放开的时候都很有意思。 您能给我们演示一下,您这怎么开开吗? 好。 好,这样就连齐了。 好了。 对。 哎呦,我觉得这个比刚才这个快多了。 大家觉得呢? 您这个确实是挺方便的。 做起来挺快。 那个,我能感受一下吗? 那行,你要骑的话,升高一点。 刚才呢,咱们的两位发明人啊,都已经分别的展示了他们的发明项目。 现在呢,我们还是再次通过大屏幕详细地看一下他们的一些关键的组合或者是拆卸的手法。 尤其我们现场的朋友可一定要看清楚了。 待会儿我们要请大家伙上来亲自体验的呀。 好,请看大屏幕。 而詹福生发明的折叠自行车,最主要的创新就是像剪刀一样的X型车架。 只要松开车架上的一个装置,就可以把车折叠起来。 然后才是逐步折叠自行车的其他部分。 好,刚才呢,我们已经通过大屏幕上的短篇介绍呢,已经了解了大概知道了这两辆车该怎么把它组合和分拆起来。 现在呢,我们想请咱们的观众上来亲自的体会一下。 您常年骑自行车吗? 骑。 骑过折叠车吗? 没有,没有。 没有是吗? 大妈,您决定先试哪一辆啊? 我觉得这个体验挺好玩的。 好玩是吗? 都要看明白了吧? 这车系的怎么用来的吗? 这车系的怎么用来的吗? 您觉得这方面吗? 我觉得这挺方便的。 这俩比呢? 那可爱,这个方便。 要是能合二为一就好了。 好,谢谢,谢谢,谢谢。 12.530 比刚才那一辆稍稍的重了一点。 还是在大家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您看,我们说人家那车啊,看起来比您还要结实。 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整体,更具备那科幻的色彩。 人比您还得轻一点呢。 他说他用的是鎂合金,您用的是什么? 钢。 您用的是钢。 碳素钢,对。 用的是碳素钢。 对,对。 那么您这个为什么不用鎂合金,或者是像王欢先生一开始说的铝合金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铝的车肯定特别轻啊。 我是从市场这个角度来考虑,因为一个发明呢,最终要走向市场,最终要跟使用者,跟消费者见面。 如果说用那种做的话呢,我这个可以做到10公斤以下,但是那样一来的话成本很高,恐怕市场更难接受。 所以我就想呢,先做这个普及型的,尽快打开市场,从这个角度考虑。 这是个普及型的? 对,对,对。 那您看,刚才很多大妈都说了,你看人家这个能推得到,拉着走。 我这个也很方便。 我这个可以这样走。 那种普通的这里是刚才看到了,它这起来的油是不好拉的。 那我这个这起来的油可以这样推着走。 这样推着走呢,它的占地面积很小嘛,这么一条。 是吧,不带防御别人。 在菜场里面推也行,在超市里面推,或许也行。 哦,我试试,我试试。 这后座,这现在这座能做个孩子吗? 做个孩子应该没问题。 搁个包也行是吗? 对。 这倒挺有意思的啊。 这样子呢,我觉得还是自行车的本色,对吧? 咱们说也过去推着车走的时候呢,也会经常性的这么推着自行车走。 哦,您这设计也很有意思。 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我们能看一下吗? 嗯。 也看不到。 看这个看得到,看得到。 看得到。 哦,看得到啊。 关于二级传动的原理呢,刚才王先生说得非常清楚,我就不啰嗦了。 我这个呢就比较暴露,可以看得到。 前面一个轮,里面有个小轮,小轮跟它同组里有个大轮,然后这个大轮带后面小轮,就是大轮小轮再大轮小轮,这样两级传动。 所以这个速度呢就提高了,但是听说您在这个二级传动上又有一点改进是什么? 对了,二级传动呢,一般来说都是这个形式,但是我这个中间的所谓的加速轮呢,这里面装了一个单向传动的那个纸轮,那这样的话呢,结果以后面的轮子变得更小,更小也能做到,不然的话后面轮子小也做不到。 我们请现场观众呢,骑起来,我喊停,看能不能杀住。 骑起来,就行啊,来,掌声鼓励一下,比我骑的六多了,接着走。 真是很好,我要眼韵要吐啊,停。 哎,大家看,这刹车小伙怎么样。 你觉得杀住了吗? 瞻负声发明的X型便携折叠自行车,采用的是类似剪刀的对折方式。 简单的一个动作就能把车架折叠起来,十分方便。 虽然在外观上没有更多的创新,但是简单易行的折叠方式,好奇又不慢的实用性,还是赢得了现场观众更多的投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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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